说到太空望远镜 哈勃的名气绝对压倒一切 说实话你还能说出另外哪个名字呢 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台 你可能不太熟悉的太空望远镜 叫做斯皮测太空望远镜 它是一台红外线望远镜 它有哪些了不起的发现呢 很多 最酷的是帮我们发现了一个 土星巨大的隐藏的光环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 当我们抬头望向夜空时看到的景象 取决于你所接收到的光的波长 我们的人也能够接收到的那部分 叫做可见光波长 它其实只占所有辐射光谱的很小一部分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对宇宙而言呢 我们的眼睛几乎就是一个摆设而已 宇宙当中那些最为活跃的物体 比如黑洞会辐射出波长很短 但能量极高的光波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安装了 伽马射线和X射线接收器的望远镜 来观察它们 而在光谱的另外一端呢 波长很长 但是能量极低的一端 是无线电波和微波的管辖范围 在这儿能看到的 只有整个宇宙空间 所发出的暗淡的背景光芒 它叫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你应该不会陌生 但其实真正的精彩 发生在这两段的中间 因为宇宙中到处都是太小或者太冷 而无法产生较短波长的物体 或者是太大太烫 以至于超出了微波辐射范围的物体 比如行星与遥远的星系 它们的最佳观察波段 红外线 这就是斯皮测太空望远镜最擅长的部分了 为了探测到温度极低的红外辐射 斯皮测需要让自己的温度变得更低 所以它使用了反光盾和液氦冷却装置 把自己降到了不可思议的零下267度 仅仅只比宇宙背景辐射高了3度 跟绝对零度相比 也只不过高了6度而已 因此它能够观察到那些非常寒冷 只发出最微弱辐射的天体 比如那些遥远到难以置信的古老星系 或者也可以近一点 比如土星的光环 什么土星的光环 我背后这台望远镜不就能做到吗 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说到这我不得不提一个 我个人认为的斯皮测最酷的一个发现 那就是它看到了土星隐藏的光环 是的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光环以外 土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巨大的环 它叫做菲比环 于2009年发现 要知道原在1610年 伽利略就用它改进过的万镜 观察到了土星的光环 为什么要到2009年才把菲比环给发现呢 原因就在于组成菲比环的尘埃颗粒 非常的稀疏 根本不会辐射出可见光 我们只能通过红外线来看到它 恰好斯皮测长着一只最灵敏的红外眼睛 它之所以被命名为菲比环呢 是因为土星外围最大的一颗卫星土味酒 菲比的运行轨道正好就在它附近 而且很有可能菲比环的原材料呢 就是来自于土味酒菲比的 说到菲比也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家伙 非要跟土星以及土星其他的所有卫星对着干 成为唯一颗逆行的卫星 既然逆行了那就干点大事吧 杀出点材料找个宇宙器官怎么样 可以啊 尽管是被动着被各种小天体砸出那些尘埃颗粒的 但凭一举之力给土星带上一个巨大的光环 这种原件实力也是空前绝后了 是个英雄 那么菲比环到底有多么巨大呢 相比起土星其他必须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光环 如果菲比环能够辐射出可见光的话 我们站在阳台上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它了 实际上它的宽度超过了满月的两倍 中间可以撞下10亿个地球 想想那该有多壮观吧 这一全新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于土星的原有看法 同时也解答了一个困扰科学家几百年的问题 为什么伊帕特斯是个阴阳脸 伊帕特斯是土星的第八颗卫星也是个奇葩 它的正面也就是前进的一面比背面要黑得多 从17世纪的卡西尼奇 科学家就一直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终于有合理的解释了 因为伊帕特斯运行在菲比环附近 而且跟菲比环运行的方向正好相反 所以在往前冲的时候 免不了要迎头撞上很多菲比环里面的尘埃物质 结果就把自己搞得回头土脸了 谜团完美破解SP测配得上我们的掌声 不过英雄也有落幕时 就在2020年1月底再工作了16年 为红外天文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之后 斯皮测太空望远镜彻底退休了 作为它的继任者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即将升空 它有多厉害呢 可能为我们带来哪些突破呢 下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